現在真的要用遙控器來控制這個LED燈喔 來請你先把它換到最下面這個遙控器 有沒有遙控器的功能就跑出來了 它真的很多 不只上面你看到的下面這裡是還有其他的 那現在呢我只需要什麼 只需要保留開發板跟LED燈的腳位就好 剩下的丟掉丟掉 你看布拉克里新版的垃圾桶體驗你 倒垃圾不用丟那麼遠 有沒有換到左手邊 對不對 剛剛垃圾桶在右手邊啊 模擬器在右手邊啊 右下角哪裡 OK 所以我現在呢用了遙控器 這裡是不是就有遙控器的功能跑出來了 走下角 好 你就來這邊第一顆拿出來 第一個 遙控器按了什麼東西 做什麼事情 拿到這裡來用 好 這裡呢 你所看到的就是我們剛剛 在遙控器裡面說的功能 不過呢第一顆不是0喔 第一顆是什麼 紅色這個開關 有沒有 因為0在這裡 所以這個要留意一下喔 不要弄錯了 OK 那我就先設1好了 假設我按了1 我就做開燈嘛 好 就做開燈 那我喜歡用遙控器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遙控器有沒有小小的螢幕 我還可以做一些互動 你們現在用家裡面那個遙控器 電視的啊 音響的啊 你們有時候會一直按一直按 因為你都不知道現在按到哪裡啊 你就一直按 所以說遙控器有個小螢幕 我就知道 那你現在按的是什麼功能吧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找到它 你看我遙控器如果按下1 我就來做開燈 那開燈是誰 是控制真正的燈泡 我們現在不用管模擬器啦 我是這裡有一個LT燈 我要控制它有沒有一個按 就把它丟出來 好 那你丟出來之後 我現在還要在螢幕上再去什麼樣 是不是要顯示這個內容 那這個是屬於遙控器的 所以我就找遙控器 第二個機目 有沒有遙控器螢幕顯示什麼功能 對不對 顯示什麼內容 你就把它拿出來 那拿出來之後 顯示的內容就是一個文字啦 這個文字 不用WebDuno設計 因為這是屬於程式基本功能 就有文字 有沒有找到基本功能打開之後 有一個叫文字 這裡面的第二個 這個字串就可以讓你自己打字 所以你要它 這個叫開燈 你就在這裡打開燈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就好 好 所以當我燈打開了 我的螢幕也會顯示開燈 那麼請問機目可不可以複製 可以啊 你可以Ctrl加7 Ctrl加1 也可以按右鍵不放 有沒有一個複製 點一下 好 我就用複製的 當我按下2 我就關燈 就off 這裡我就變成關燈 那你可以再繼續啊 對不對 我可以加閃爍啊 我按了3 我可以做閃爍 但是閃爍就不是它啦 我們剛剛不是有閃爍0.5 0.2 或者你要改變 這個不是 你就按Delete就好 如果你這樣直接丟 會連下面一起丟 對不對 我可以按鍵盤上的Delete 有沒有 那我就可以找 NVD燈 跟NVD燈有關的 這裡是不是就閃爍 你把它拿出來 好 這個 我就叫閃爍 這樣 所以你先測試看看 你看我執行 把它執行了之後 我按下1 開燈了 有沒有這裡就顯示開燈 螢幕上顯示2 關燈 這裡就關燈 3 閃爍 它是不是就閃爍 所以我用遙控器 可以做比較多功能 可以比較多的 一個互動的方式 又有一個 那個 遙控器的螢幕 可以做一些訊息的回饋 這樣有沒有成功 基本上你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你要做更多一點 當然你可以 剛剛是0.5 可以0.2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 這樣OK嗎 可以放太陽